看看新闻榜 虽然现在喊着累死了 但剧组每个成员都心知肚明 跟着宁浩拍戏 不被折腾死才是奇迹 连经验丰富的小桃红 在拍摄中都只喊受不了 其实我拍了一半 就觉得她选对人了 真的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女演员 能那么跑 一夜一夜地让我穿上高跟鞋子跑 个个都如此付出 相应的片酬是否满意 说起这个问题 宁浩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们说吧 你说我们是说满意呢 还是满意呢 还是满意呢 就我回答吧 我带来回答 就是说所有的演员 基本上都是象征性的 收取一点费用 但实际上几乎是免费的 为了保证制作质量 朋友们都给足宁浩面子 但这样一部好品质的电影 即将面对泰坦尼克号 和《超级战舰》 这一般好莱坞大片的狙击 宁浩对此困境十分清醒 我们真的要很有效和很快速地提高 我们每一部片子自己的质量 然后自我强大起来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有一个细节 还是暴露了宁浩的信心和野心 之前片方曾经发布了宁浩 口咬大金牙的海报 寓意黄金一带到来 宁浩索性把这牙套随身佩戴 我是每拍一部电影会给自己做一条项链 这个是给黄金大结案做的 这个图案是 这个是我的牙 这个就是拿我的牙套做的 黄金大结案咬谁靠 新鱼类在线上海吧